野门国防部说 在美国出生的激进教士 安瓦尔·奥拉基已被打死 野门国防部说 奥拉基与其他几名激进分子 嫌疑人一同被打死 奥拉基与野门的基地组织有联系 野门国防部没有公布 有关奥拉基丧生的任何其他信息 不过来自部落的消息和安全官员说 美国出生的教士奥拉基 星期五早些时候 在针对野门东部基地组织的 车队发动的空袭中被扎死 目前尚不清楚谁进行的吐息 奥拉基被美国和野门通缉 他涉嫌参与恐怖袭击 包括企图在2009年炸毁美国客机 据信他还指使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军事基地 发动了导致人员死伤的袭击 他还涉嫌去年在野门杀死一名法国人 美国当局此前已确定 奥拉基与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有联系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